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iMobile手机之家 这里是星期四六开 今天又是想在发布会前 比较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做的这个视频 所以还是尽量简单一点 我看一下 现在是12点半 离发布会只有一个半小时了 所以说我觉得够呛这个视频 在就是发布之前就正常剪完了 但是说因为我们价格还不了解嘛 所以我只能说一下预测的 首先就是这款产品 realme X7 Pro 这里这里能看到 然后这款机子 就是realme最近发布新机频率算是非常轻了 之前realme V5 我们也做了一个四六开 然后X7 Pro的话 这次抢快一点 首先说它一大特性 可能就是120Hz的高刷新率 还有就是65W的一个智慧闪充 这两个特点 我觉得放到这个价位应该是不错的 然后说一下我们的预估价位 我们觉得应该跟红米K30至孙纪念版 应该是同配置的情况下 也是同价的 我们希望它们是完全对位的 这样给大家一个选择嘛 然后K30U那边因为抢购实在太厉害了 别的就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说三个优点两个缺点 以及一个购买建议 还是简单聊一款新机 首先说第一个优点 肯定就是它配置这方面的 因为我们说了 希望它跟K30U能够是对位竞争的嘛 那么它120Hz的高刷新率的柔性直屏 在配置上天际1000加 配置上来说是非常强 天际1000加你可以说它发热稍微强一些 但它性能毕竟是旗舰级的性能 这个是在那摆着的 然后柔性直屏的话 我说一下吧 就虽然它做的是一个直屏啊 但其实它用的是一款柔性的OLED 相对来说 在普遍情况下 同为直屏柔性屏比硬屏的话 素质还是要高一些的 像E3材质的话 它全局最高亮度是800尼特 局部的峰值最高亮度是1200尼特 就是怎么说 E3新材质的整体属性 包括就是蓝光上的一些避免的话 都会更好一些 第二个优点的话 就是它这款手机 先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的一个厚保 然后它内置了4500mAh的大电池 但是重量只有184克 这点的话 我觉得是今年同 就是电池级别的机型里边 相当轻薄的了 然后厚度的话 不是特别薄 但是这个重量 我觉得非常舒服 虽然说因此用了 就是塑料的中框嘛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我们预期价格的话 塑料中框不过分 可以接受 然后这个重量非常舒服 然后第三个优点 其实跟第二个相关 就是它配备了65瓦的智慧闪充 OBO系产品的这个65瓦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因为它串联双电芯的设计 从成本上就是要高一些的 这次能普及到这个价位 我觉得非常棒 然后能看到今年一个很明显点 就是无线快充的功率提升非常大 然后有线闪充 像这些高功率的60瓦 还有包括就是华为那边 马上要发布一款新机的40瓦 都下放到一些终端 甚至入门机型上了 整体提升非常大 然后像极限峰值功率的话 一破百瓦的闪充 也有三家厂商马上都要开卖了 就是觉得今年算是快充行业 进步非常大的一年吧 然后就接下来是两个缺点 两个缺点 其实我觉得 如果它价格能符合我预期的话 这两个缺点都不重要 我可以选择无视 第一点就是 它的后置摄像头方面 我觉得镜头的配置上 可能没有K30U那么全面 它配了一颗200万像素的黑白人像镜头 和一颗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 然后这微距的最近对焦距离是4公分 刚好就对上了 我说像素又不够 然后又靠的不够近那种微距 就相对来说 比起K30U上边 那个500万像素的长焦微距镜头 口玩性差太多了 但是它主摄跟超广角表现还是不错的 然后第二个缺点的话 可能就是它这个背盖 背盖能看出来比较亮丽啊 然后是一个大logo的设计 它logo这块其实还挺精细的 logo这块的纹理 跟整个背面的纹理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不同的角度下 你都能看到这个logo 有一定的凹凸的那种立体感 但是我要说 它本身是一个AG磨砂玻璃 但这颗粒感感觉 可能做的有点过于细腻了 就是太过顺滑 然后AG的效果非常弱 像这样浅色背盖的话 我摸上去 基本就是不防指纹 感觉你可以完全把它当一个亮面背盖来看了 这一点在我这说可能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点吧 但是如果就是你要我在K30U的那个纯镜面背盖 和这个背盖直接选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选这个 接下来就算像缺点中说 我很多时候也拿它跟K30U作为对比吗 购买建议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两款机子同配置的价格是完全对位的话 那么就是哪款有货买哪款 不要纠结品牌 也不要纠结具体的一些细节差异配置 就是哪款有货买哪款 因为同价格的话 肯定两款都很受欢迎 像K30U那边的话 是有长焦微距镜头 可玩性非常高 然后它在今年比较特殊的升降式全面屏 观感上面比较好 只是说也更沉一些 然后这边X7 Pro的话 就是65W的智慧闪充 峰值回雪速度非常快 然后轻薄的设计相对轻薄 就是184克 我觉得非常棒了 当然如果它的价格要贵一些的话 贵100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贵200以上 每贵100我觉得它缺点就增加了一分 但如果能更便宜 比K30U都便宜的话 那么我只能说realme什么什么的神 你们可以直接打出来 然后这期节目差不多就这样简单结束了 觉得内容还行的话 可以点一波关注 然后也感谢大家 如果可以请一键三连一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